2020年8月27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2020年9月的能量是什么?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吴倦杰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对你们在这个8月所取得的进步非常满意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想知道下个月的能量将会是什么 我们知道大家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改变,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自然进化的能量 这就是你们在9月,也就是下一个昼夜评分月份会看到的 即将到来的能量将会在你们生活中创造更多的舒适、轻松和乐趣 是时候让人类变得不那么严肃,感觉更自由,更孩子气了 是时候邀请精灵们和你一起玩耍,向你展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 我们邀请你去感受你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 当你进入第五维度自我时,正在变得像精灵 你在那里是为了唤醒你内在的觉知 这种觉知可以创造轻松、快乐和稀稀的生活 你可以让你内在的孩子出现 带你走出很多人长时间关注的厄运和阴暗 我们是来提醒你的,你可以休息一下 你不必整天关注这个世界的问题 那些问题永远都会在那里 你始终可以回去完成你的使命和目标 即将到来的九月能量 是来提醒你补充能量、放松、恢复活力的 并且让这个旅程、这个意识的进化 拥有尽可能多的乐趣也很重要 如果你想寻找快乐,如果你确定自己是一路上又唱又跳的人 如果你允许快乐加入,快乐才会出现在旅途中 我们邀请你去感受一下你曾经拥有的快乐和现有的快乐 你的快乐不一定是有条件的 你不必等到一切都变好了才开始享受更多的乐趣 事实上,你只有允许这些九月的能量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才更有可能让你为自己和人类同胞召唤的一切进来 当你处于焦虑、恐惧和悲伤的境地时 你可能在询问和召唤方面做得更好 但是当你生活很安逸 当你为了让一切变得更好 寻找减轻负担、卸下肩上的责任、放松下来的机会时 你会更好地接受你创造的东西 你在地球上是为了创造你想体验的美丽现实 你需要这个组成部分 你需要接受你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 现在是时候了 现在是让这些能量支持你 帮助你 让你在地球上的工作更轻松的时候了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